你時下就是阿彬哥 晚上就是死冠 所以你不能休息嗎 不能 有人要拜就要做 對 有人要拜就要做 台灣慰安復受害者 第一次面對鏡頭 訴說當年在慰安所的真實遭遇 以及接下來的痛苦人生 吃什麼飯 豆子給我們補一補一補 不然我們吃飯 給我們早餐 這沒關係 我們是改變的 我們走到哪裡 二次世界大戰時期 有59位台灣阿嬤 遭到日本政府欺騙 甚至脅迫 從事性奴隸工作 從此過著生不如死的生活 隨著時間過去 日本當局設法淡忘歷史 但婦女救援基金會 積極要為阿嬤們發聲 找來導演楊嘉雲 拍攝台灣影史上 首部紀錄片 阿嬤的秘密 他們有家內的辛苦 還要應付一些日本的軍隊 做的不是那種幫人的工作 做的是那種 他們覺得見不得人的工作 所以每談起來 他們都互相的 就是唏嘘不語 痛苦流涕 導演以女性身份 和阿嬤保甘情 終於讓當中的14位阿嬤 願意還原歷史 直接讓觀眾看見這些 無辜受害者 悲傷憤怒的情緒 以讓這部片在1998年 獲得金馬獎肯定 二十多年前出資拍攝的復原會 打算把影像膠卷 捐贈給國家電影中心 用久保存 國家電影中心就是希望能夠 有這樣的一個專業提供 讓這些影像可以一直一直的 被大家看見 然後被大家透過看到這些影像 而記得阿嬤們的故事 當我們回顧來看阿嬤的秘密的時候 我們心裡想疼惜這些阿嬤 也疼惜我們今天所有性暴力的受害 影像可能隨著時間逐漸消失 因此需要專業維護 也希望這段歷史能夠持續流傳 有朝一日可以平反阿嬤們的冤屈 更重要的是無情戰爭不再重演 從此不會有無辜的受害者 記者邱世民採訪報導 好,謝謝